美國現在布林肯好想要跟中國大陸來談一談 但是美國一邊想談一邊又圍堵大陸 真的能夠談成嗎 我們先來看看 最近王毅真的很忙 中央的外事辦公室主任王毅 最近來看到跟誰會晤呢 跟馬克宏 已經在2月15號巴黎愛麗社廳見面了 然後王毅說 中國大陸始終把法國視為是優先合作伙伴 然後願意跟法方要進一步的密切高層交往 講的就是習近平主席跟馬克宏嗎 另外還說要中歐關係要有心動能 然後在烏克蘭問題上勸和促談 然後包括了馬克宏怎麼說 期待跟習近平主席的共序友誼 法中加強戰略對話很重要 堅持多邊主義反對集團的對抗 然後王毅也跟法國外長有會晤 然後有說要把中法關係的引擎再次發動起來 法國外長也說 很高興知道中國大陸戰勝疫情 經濟快速的復蘇 要把疫情失去的時間給追回來 聽到馬克宏說不要主張多邊主義 我聽得差點笑出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多邊主義是相對於單邊主義 這是國際政治上的一個術語 什麼叫多邊主義呢 就是各方大家都是一個平等的地位 一個對等的地位 一個互惠的一個立場 大家來協調任何國際上的共同事物 即使有爭論的時候 也是什麼 也是大家一起來商量 沒有你大我小 或者你錢多我錢少 不能說你世界GDP最強就怎樣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就是講美國嘛 你比我還坦白 我把你的那個沒有講清楚的話講清楚 你看我還有點客氣 你比較直率 這個叫多邊主義 那相對什麼單邊主義 就是單邊主義就是有一個老大 我收了算 我定下規則你要服從 那這種單邊主義的現象特別彰顯在 美國對日本跟美國對韓國 那這裡面你說 日本敢對美國說什麼嗎 韓國敢對美國說什麼嗎 再說單邊主義的典範就是 美國對台灣的態度 蔡英文就是馬上 就是來住 你把台積電搬到美國來 你就搬到美國來 乖乖搬 那你知道歐洲國家很想要 要走多邊主義 可是一直在美國的壓力底下 這個壓力是內外壓力 因為美國一方面 在德國法國裡面培養親美的勢力 所以美國法國內部有很多親美的議員跟政客 所以使得他們 即使他們內閣他們的政府 想要走多邊主義 也面對很多的困難 而且更糟糕的是 德國想跟俄羅斯保持 某種最低限度的交往 買一點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個美國二話不說 德國就把它炸了 北溪管線炸了 德國現在從政府到民間都不敢吭聲 美國媒體也不敢吭聲 美國做壞事他怎麼會講 所以問題是受害者不敢講 讓我們覺得很訝異 法國是比較不受俄羅斯天然氣供應 跟北溪管線的影響 因為他自己靠核能電廠起家的 所以他的能源有核能電廠 撐著都不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法國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法國有的時候 會比較想要走多邊主義 那舉個最簡單的有名的例子 當年他們跟澳洲簽了一個 很龐大的常規潛水艇的 這種契約好幾百億 那結果美國一出來 就叫澳洲你要聽我的 那澳洲就乖乖的 以買核能潛水艇的名義 就把法國的訂單給取消掉 這對於馬克宏來講 是一個聲望上很大很大的打擊 因為法國老百姓問 馬克宏總統先生 你不是很親美嗎 怎麼親美親愛老半天 美國打你一個大耳光 搶你生意 搶我們法國的飯碗 你都不吭聲 再加上馬克宏跑去 華府跑了一趟 又被拜登給呼嚨了 因為拜登要把法國德國 很多企業都拉到美國去 給他們補助 照道理這種補助必須要互相溝通好 要不然舉個例子 法國如果有錢補助美國的企業 把美國企業從美國拉到法國去 那德國也這麼做的話 那你說美國生不生氣 當然生氣 所以現在就是變成馬克宏跑了一個 就拜登呼嚨他 哎呀我們開個會討論討論 馬克宏是滿臉豆花回到法國去 什麼都沒拿到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今天講說我們應該多邊主 那意思就是說美國我要聯中治美 聯中治美 我要跟中國互相拋媚眼 互相往來 我高調講多邊主義 意思就是說不要有一個人當老大 大家互相平等的來協商事情 也不要一個人要占盡其他人的便宜 對這個話中有話 意思委員講得非常白的 簡單來講沒有講美國 但是明眼都知道這個當中的意涵是什麼 另外再來看到 拜登你又是話中有話嗎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不斷炒作這個氣球的問題 路透社還說 針對美軍擊落 中國大陸高空氣球 還有三個不明飛行物 傳出美國總統拜登 正在考慮就此發表演說 對此來看到 中國大陸外交部就說了 其實大陸外交部 汪文斌表示 美國你應該跟中國大陸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你美國不能一邊怎樣 要溝通對話 譬如說希望布林肯能夠跟王毅來對話 習近平主席能夠跟你拜登總統對話 結果一邊又在激化矛盾 升高了危機的衝突 那中美氣球當中看起來 怎麼樣呢 美國拜登這邊一邊想要緩和 一邊又怎樣 又跟著民粹走 所以才會被講說 美國你到底想要怎麼樣呢 你想合作就好好合作 不要一邊合作一邊捅刀子 所以來看到中國大陸這邊 全國人大外事委 二月十六號也公布了他們的一個說法 針對美國透過高空氣球的決議案 發表聲明 就眾議院說譴責中國大陸的氣球案件 結果呢 他有強調說 這就是中國大陸民用飛艇 誤入美國領空的一個意外事件 對美國人員又沒有構成任何的威脅 美國你現在執意動武 真的是蓄意造勢 嚴重違反國際法精神 還有國際的慣例 美國政客借題發揮 曝露了反華厄華的拘心 然後呢 應該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才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其實就是中國國會的外交委員會 只是名詞不一樣 所以我們聽到說 美國有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這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中國叫做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這個外事委員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其實是一個很適切的回憶 就是說美國人在這一場氣球裡面 根本就是一個很弱智的鬧劇 搞到最後自己也下不了台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全世界在做氣象研究 做臭氧層研究 做各種科學研究 它需要有一個層門比較低的 一種探測 檢驗 偵測的方法 就是用氣球 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 單位可多 美國在這方面的氣球可多 我當然了解到說 有時候氣球大部分都會循著 一個預先安排好的一個方向 跟軌道在平流程上面 換句話說平流程是氣流沒有對流的 所以不會像風箏一樣上上下下 但是平流程最起碼也要都在 差不多20公里以上的高度 美國你會放得比別人少嗎 不會 為什麼 美國有很多很多的機構 真的對於氣候變遷的問題 高度關心 所以他們動不動就放氣球到平流程 為什麼平流程 因為大部分的民航飛機 都飛在平流程最下面的部分 大概在12公里到15公里中間 很少超過12公里 但不就在12公里跟10公里中間在飛行 所以你搭飛機可以發現都一開始都 震動很厲害 因為這對流程 但到了平流程最底下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很安穩了有沒有 可是氣球一定會放在這上面的高度上面 那全世界都在放了 美國放的不比別人少 是放得比別人多吧 當然多很多 中國這一次在海南島放了這個探測氣球 那也真的是遇到了平流程的強風 吹到了什麼 吹到了阿拉斯加區 阿流聲那些 那中國可能剛開始沒有注意到 應該起碼禮貌上要告訴各國 我有個氣球失控等等 有撿到的話請還給我 基本上要做這個通知 可能中國北京的時候也不曉得他失控 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但是沒想到到了美國以後 美國反中氣氛陣容 拿這種無聊的鬧劇來炒作 炒到了美國總統 美國軍方 還動用F-22去打那個什麼 這個響尾蛇飛彈 一顆響尾蛇飛彈60萬美金起跳 一顆F-22是幾億美金的 再打一個氣球全天下消化 也不夠如此 然後解釋成這個是 Spy Bloom 間諜氣球 你在把全世界的 這些方面的專家都當什麼 當什麼Stupid是不是 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這種情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專家 會滯脹到這種程度 可是你美國這種反中情緒 高昂到這麼程度 共和黨議員更不放過你 那你這個民主黨又跟著起哄 那拜登也跟著瞎起哄 就現在呢 華盛頓也不知道 不是抽穿你了嗎 你們早在海南島就知道這個氣球 其實中國大陸也知道 有很多美國氣球飛行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也沒有作文章說 你美國來做我這個間諜探測 要間諜探測 衛星最準 衛星的儀器最好 氣球是不能回收的 上面的儀器不會太貴了吧 對 而且這民間的誰會花那麼大錢 就是去弄這種氣球 又很容易發現 所以這是不符合嘗試的東西 可是美國就媒體炒作 說了這個活神活現 那現在拜登要發講演之後 你要講什麼 你當然我知道 這個氣球事件 對於中美關係的本質 影響不會太大 很快就事過境遷 你現在看到嗎 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蒂克講 這個氣球事件過後 我們還是好好跟大陸溝通 有關於這個雙方 外面無意管控的問題 他也知道要結束了 再鬧下去已經 已經不能收拾了 已經很難收拾了 對啊 那你一樣的道理 這個包括美國副總統 賀錦麗也講過 中美關係不受氣球事件的影響 都紛紛在什麼 在打退堂鼓了 人家大陸外交部 一開始就給你樓梯下 結果不會接 對啊 你就不會接 你就說我們失控 對不對 那你還用武器把它打下來 講一些莫名其妙的道理 所以說我覺得拜登對於這個美國社會 跟美國政治 這個領導的能力是有點失控 一個國家的元首級的領導人 如果把這麼一個小事件應付不了 還吵得這麼大 好吧 那你現在就看你要發表什麼 什麼偉大的演說 難道還要再到達中國大陸一棒嗎 如果中國大陸把你歷年來的美國氣球 飛到中國大陸的軌跡都畫出來 看你毛脸往那邊擺 是啊 你的臉到底往哪裡擺 因為這個汪文明就已經說了 你光是這個氣球又飛到新疆跟西藏 你到底想看什麼呢 這麼具體的地方也都點出來 代表中國大陸早就有很多的data 也都準備好了 尤其是美國真的需要跟中國大陸 管控分析也要拜託 中國大陸不要再賣美債了好嗎 但是來看到 美國債務上限美債也賣不動了 2月14號的時候 葉倫重申說 國會必須要提高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 就是避免31.4兆之後法定上限 結果很多政府的機關就會因此停板 尤其來看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說 在7月到9月的時候就會發生債務違約 如果都沒有提高上限的話 好 中日兩大的美國的債主 紛紛在拋美國國債 日本12月減持了60億美元 美國叫你不要賣不要賣 結果你現在又不聽話了 12月又減持了 來到了1.0763兆的美元 是第一名 中國大陸12月減持了30億的美元 31億美元 達到8671億的美元 又是新低了 已經連續5個月減持美債 你看不斷不斷減 你看從9月的時候901877 11月的時候870到12月的是867 8671億的美元的美債 這件事情之外拋美債 結果中國大陸又一邊怎麼樣 大買黃金 來看到中國大陸黃金的數字呢 2023年1月來到了 多買了14.93兆 去年12月是30.17兆 然後呢在11月去年的時候 買了32.04兆 total這三個月買了77.14兆 這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中國大陸買黃金幾噸 不是民間買 不是企業買 是什麼 是人民銀行買 因為人民銀行買的黃金 跟我們一般人的黃金不太一樣 你看的那個是金式啦 人民銀行買的黃金一定是貨幣黃金 貨幣黃金的成色等級規格 不同於我們一般的民間 不是大媽買的啦 不是大媽買的不一樣的 太內行了 太內行了 所以中國大陸每一年 雖然進口很多黃金 那不是人民銀行買的黃金 剛才那個數字是人民銀行買的黃金 那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美債 就是美國政府的財政有赤字 需要錢的時候就要借錢 借錢的時候 他用發政府公債的方式借錢 所以中國大陸如果買了 美國的政府公債 就表示借錢給美國政府 那如果日本買了美國政府公債 也就借錢給美國 那現在整體問題來了 就是美國他們國內有一個 法律的上限 就是說你現在發行美國的政府公債 不可以超過31.4億元的一個 31.4兆的美元的這樣一個上限 那現在已經到上限了 而且到了好久了 那到了好久的話 你現在有個幾個問題就出現了 你現在要付利息 這個31兆的利息要付 那你政府財政赤字就是要編利息 你光利息本身就要編財政赤字 就要發行新的債來還這個利息 那到上限美國國會不通過 你美國財政部是發行公債的單位 你就沒有辦法發行新的公債 因為到了債務上限 那現在共和黨掌控了美國的眾議院 就在那邊擺出一個姿態來談 你要提高上限來談 那你增加錢用什麼東西要同意 你還是給錢給烏克蘭我要看一看 那責蘭司機要把你拜登 拜登在烏克蘭幹的糗事前 要掏下來給我看 拜登Hunter的事情 對 在討價還價了 那我判斷 美國政府曾經因為這種債務上限 產生的危機曾經關過幾次 關過幾次聯邦政府 那造成一些股市動盪 一個民間的一些不良的氣氛 所以我認為共和黨即使率性 有時候不讓他過關 也可能只是臨死而已 可是現在幾個問題來了 美國現在的赤字不是小數字 不是利息而已 是他國防預算八千多億 烏克蘭動不動幾百億 然後什麼這個所謂的 通貨膨脹法案要多少錢 然後所謂的基層建設要多少錢 動不動都好多錢 那你要這麼多錢 今年度預算面度要怎麼辦 就只有借錢就再發行新的政府公債 你發行新的政府公債 就要有人來買 那過去的歷史裡面 因為美國跟其他國家 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 如果他發行這個美國政府公債 就會打電話 沙烏地阿拉伯 買一下吧 你買一下吧 就那些王储跟你關係不好 買不買 買不動 這個阿聯酋 因為有錢的國家 數來數去就那幾個國家 那德國你要不要買一買 可是你又把人家北溪管線給炸了 那最大的買主當然是什麼 是日本跟中國大陸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要賣的 除了你國內賣一部分以外 你不可能全部賣給美國國內 那些美國國內很多單位 沒那麼多錢 那所以你要一定要 巴望著中國大陸 跟日本幫你買 那你要買的時候 又有個問題 中國大陸本來就不想 持有你的美債 為什麼不想持有你美債 因為我跟各位解釋 當聯邦準備銀行 美國聯邦準備 把利息調高的時候 債券價格就會下跌 債券價格跟利息是 成反方向在變動的 中國大陸在這一波 美國升息的時候 手上的債券已經賠了不少錢了 日本也是一樣啊 那些問題 中國大陸為什麼要持有 八千多億的美元的 聯邦政府公債 沒道理啊 為什麼 我借錢八千多億借給你 美國聯邦政府 你整天 call一大堆 印度一大堆的人在打我 在國際政治外交上 中國大陸的任何主政者 他心裡面都會面對 民意的壓力 沒錯 中國大陸 以前是買了你很多美金 給你美國 也有很多發債的空間 但是現在 中美關係不好 中國大陸也都是順抄的 然後加上你動不動 就要制裁中國大陸 為什麼中國大陸要買你美債呢